欢迎回来到台湾大论坛 最近在高雄市这场选战当中 气宝的话题发烧 因为昨天呢 民进党的市议员黄昭新 开了个记者会说 杨秋新跟金浦聪 这两天密会要谈气宝宝扬 杨秋新跟金浦 到13个礼拜五碰面 他有在这里 屁是密党 两个人想起小偷 偷偷摸摸 没人知道 怕人看 所以他没说过 在这个时候我也很可怜 相信这个 民党说呢 这个金浦聪跟杨秋新 密谋要气宝宝城 而今天呢 一个新闻焦点是 杨秋新跟宋楚瑜 在同一个选举造势场合出现 知道宋楚瑜要来 赶忙上前迎接 现身亲民党场子的杨秋新 手一双一双握 礼数一百分 如果宋省长可以安排出来 我也欢迎 宋主席先回来 正式邀请他吗 等一下我会邀请他 不同党派的两人同台现身 在选战倒数时刻格外敏感 传出宋楚瑜对马英九施政感到不满 五都这一仗他要挺杨秋新 不要问我会支持谁 我希望要看哪位有能力 去提出这些问题 找出解决的方案 我们才会帮忙 挺谁 宋楚瑜卖关子 范兰有可能在大高雄分裂吗 就怕提前出现气宝 国民党急忙疏通 金浦聪上午出灭灭火 这都是传闻 目前为止我没有听到任何这样的说法 恐怕就是为了想操弄一下气宝的氛围 国民党对于自己提名的同志 一定是用行动来表示力挺到底 亲民党的动向牵动同鼠泛蓝 国民党选情 大高雄这一仗蓝军内忧再度浮现 中间新闻 正好报道 宋楚瑜说要支持的是有能力的人 不是蓝或是绿 这件事情先要怎么解读 这个是很有道理 大家都要支持有能力的人 对不对 那是紫阳修昕吗 没有 他是泛所有人 你说今天所有的选情 这各地全世界也是一样 都要支持有 不过在高雄选战大家很关心 是因为现在五都里面 每一都都是两个后 主要只有两个登记候选人 主要两位 我们高雄有三位 所以高雄比较热闹 大家都很关注高雄 那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在台湾 现在有三个候选人以上的时候 在单一选举其次里面 最近这十年确实都出现气宝的效应 包括了05年 在民进党里面 在南投县长选举的时候 有蔡黄郎 也有林中南 都是一样的情况 不过我要特别提到是说 这一次黄昭星是谁 黄昭星是黄昭辉的弟弟 不是黄昭顺的弟弟 跟黄昭顺没有关系 那黄昭辉是谁 黄昭辉是现在高雄市民政局的局长 也是陈菊市长的辅选的大将 民政局很重要 所以这代表陈菊阵营 所释放出来的讯息 还有很重要是黄昭星的选区在哪里 就在左营跟南子 跟黄昭顺还有在下是同一个选区 所以我们都非常了解对方 那么黄昭星这次出来开记者会 当然跟陈菊阵营是绝对 绝对有很大的关联性 那么我要问的是 为什么黄昭星要开这个记者会 他怕发生气宝 之后民进党高雄市民政局长 紧接再继续开记者会 来强化他的论述 原因在哪里 有三个原因 很简单 第一个原因 三个人选举一定要出现气宝 目前高雄市的选局 任何来看气宝是最后的关键因素 陈菊目前民调暂时领先 他担不担心气宝 他是所有三个里面最担心气宝的人 所以最担心气宝的人 先要出来丢气宝 他的目的不是加速气宝 消毒消毒 不是 是阻止气宝 是他担心 马上就要反正气宝了 不管是气谁保谁 他都是重大的威胁 都会改谢目前 整个民调的军事跟目前的结构 所以他要先丢出来先破这个局 你们不要弄气宝咯 我已经警告你们了 不要弄气宝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不管他讲的事实是真是假 先丢出来 其实黄昭星议员你讲的东西 我们早在两个月前都听说过了 你还太晚了 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凭据 也没有任何根据 但是他丢出来 他要测试一下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情 先测试一下 那测试结果如何 测试没有啊 这没有啊 所以不然的话 黄昭星开了第一次记者会 为什么民进党高中 CV党来开第二次记者会 对不对 因为没反应所以再开 人数更多 第三个他很大的目的是 丢出来让第一个 首当其中是黄昭顺 黄委员 他如果说黄昭顺 没有了解情况的时候 黄昭顺会对于党中央的态度 糟糕了 还有竞选总部 支持者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选得下去 所以黄昭顺在第一时间去告 黄昭顺必须要采取其中 我认为是对的 那目前整个情况来看的话 精彩还在后面 为什么整个大概三个人 三组人马 是唯一五都里面最热闹的 不过你刚才说是因为气宝 快要发生了 所以陈局阵营很紧张 所以跳出来消毒 想让他破局 真的快要发生了吗 我再精确说一下 我再精确说一下了 目前三组人马里面 我都最近这十年来 三组人马里面 最后只要在单一席次的时候 都会发生气宝的事 大多数 自然也好 或者操作也好 或者选民的结构也好 各方面都会出现 目前来看 黄昭顺的支持者 国民党的不会支持陈局 那么杨秋昕不管怎么样 他的结构支持者是谁 他一定是不支持陈局的人 所以目前陈局是 所有三组人马里面 最担心发生气宝的人 他当然先丢出人 这当然了 他现在遥遥领先 现在没有气宝问题 只有反气宝问题 怎么说 过去两次因为反气宝 造成第三人得力 一次是赵少康的一次 就是1994年台北市长 国民党 国民党按抗拒气宝 造成第三者得力 第二次是宋楚瑜那一次 恩抗拒 他明明国民党第三名 抗拒气宝 陈水扁得力 陈水扁那一次 陈水扁得力 两次都是陈水扁得力 对 都是陈水扁得力 所以气宝我先强调 不是金普通的事 所以金普通不必出来 因为气宝是高雄市民自己的事情 所以国民党只有反气宝问题 他现在在反气宝 国民党永远只有反气宝 当他要反气宝的问题的时候 就是民进党得力了 这里我一定要先强调啊 气宝 陈菊会紧张 是因为现在他感觉到高雄已经形成 不是蓝绿大战 是局营跟反局营的在结合 所以陈菊担心这一点 所以当然如果刚才那个黄昭新 是吧 黄昭新 他如果说的是谎话 金普通的事 如果是实话他有见闻 那当然不能讲 因为意图使人不当选 是必须要他故意说谎话 让某个人能够这个落选掉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金普通有点暧昧 因为你必须要这个 在整个高雄市 这样这样发展下去啊 我认为我当然第三者的理 我这作为高雄市民这样讲好了 这个应该是第一者的立场 国民党可不可以拜托你 我什么气宝不辟早交给老百姓自己决定 你什么话都不要做 你什么话都不要讲 你什么动作都不要做 你也什么人都不要看 更何况反气宝怎么可能跑去跟羊谈呢 对不对 你哪有人一问你最后是杨秋新的得力的问题 怎么会是跟羊谈 所以我觉得黄昭新的逻辑第一部的 也不可能是实在的 立文怎么看 金普通绝对不可能跟羊秋新有会面 这个是确定的 所以第一个层次 我要先来分析的是说 那为什么民进党这么大的动作 因为不只是黄昭新出来先指控 然后后面他们所有的市议员一字排开 也出来一直讲这件事情 那就表示说第一个 我觉得陈局他感觉到受到羊秋新的威胁 所以他用这一招其实是很毒的 这一招就是说他讲下去之后 好 如果绿营的人都相信说 今天杨秋新有跟国民党的人密会 所以杨秋新就会被打为是叛徒 杨秋新就会被打为说 是国民党密室运作出来 要拉下陈局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那么他会使得杨秋新现在所仅存的 这些民进党的原版民进党的支持者 都要回笼 那在绿在这个高雄大高雄地区 绿是大于蓝的 所以他最保守 如果他这样子打 可以变成是一个蓝绿对决的话 陈局是一定会赢的 更何况他当然知道 他出来开了这个记者会之后 两个人都一定会大动作出来否认 所以可能他希望的最好的状况就是 杨秋新两头落空 绿的也觉得你这个是个叛徒 不投给你 蓝的也觉得说没有 我们秘书长都已经出来讲 我们是坚持支持黄昭顺的 没有支持杨秋新 所以他要让杨秋新被夹杀 让杨秋新两头落空 这个是非常清楚 陈局阵营所在打的这个牌 对杨秋新来讲他刚好相反 他就是不希望说在南台湾的选举 最好不要有蓝绿 不要有清楚的政党色彩 他希望他不但不被夹杀 而且他能够包容最多的选票 绿的蓝的橘的黄的什么通通去投他 这是他希望把他集大化 所以他希望 比如说你看像今天我们刚刚看的 那个清明党阵营的市议员的这个场子 那么我们看到宋主席 他其实不排除支持杨秋新 支持有能力的人 对 然后也不排除气宝 我觉得他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这是在这种场子里头 我觉得已经是对杨秋新最大的善意了 那杨秋新呢 他在场子里面呢 我听他们高雄人讲 一直讲宋省长 他比较没有讲到宋主席 所以我觉得他一直要去淡化 那个政党的色彩 一直要大家去回忆说 我们宋省长代表是什么 就会做事的人 有情有义的人 大家支持这样子的人 我觉得这是杨秋新的操作 那么而且杨秋新在这个礼拜天 他要办一个非常重要的 关键性的造势晚会 这个是非常值得 总部成立的造势晚会 他选在黄俊英的总部 就以前黄俊英选市长的时候 竞选总部的地点 而且他的诉求是说 他要帮黄俊英当时所受的委屈 讨回公道 因为黄俊英不是最后选举完了之后 因为走路功德下的关系 因为一点点票而大力失金周 所以你就看到 他杨秋新已经俨然变成是 反局营的所有的力量 他要去汇集他 所以我觉得当然在这边 国民党必须要 真的小心谨慎的去因应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两边的盘算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礼拜天那天 他的造势会不会成功 他会不会取得这个 所谓的高雄选举的这种 正统跟代表性 那就看杨秋新的本事啦 立伟 等一下金秘书长 会打电话给你 先进报告